英国中产反评三件套 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说法 就是关于中产阶级 它的悲惨现状 有一个说法 三件套描绘的是 国内百万年薪的家庭 只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基本上都有可能瞬间反评 这三个特征分别是什么 第一老婆不上班 第二房贷上千万 第三孩子独私小 中国有反评三件套 那么英国呢 英国有没有类似的 这种中产阶级的陷阱 在不经意间 中产阶级瞬间下头 沦落成无产阶级 大家好 我是伦敦老刘 今天呢 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英国华人中产阶级的 反评三件套 从我个人的理解上来看呢 大部分英国华人群体 和我一样 都属于中产阶级 虽然没有医疗教育的 这种大三压的 但是沉重的税务 让我们不得不扎紧 裤腰带过日子 虽然说 稳定的中产阶级在英国 很难一夜赤贫 在英国很难 但是仍然有几种情况 让我们这些中产阶级呢 有可能陷入到 各种危险的漩涡里 今天呢 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我看到的 在英国的华人 有可能遇到的 赤贫危机 第一大危机 第一大风险 杀猪盘 杀猪盘被骗呢 感觉这几年 是越来越猖獗了 我身边吧 就不下四起 亲身经历过的 我看到过的 这种杀猪盘 杀猪盘被骗的 基本上有几个特征 被骗人 第一 大概率是中年 女性 性格强势 生活圈简单 有一定资产 被骗的金额呢 从最少的十万美金 到最多的八十万美金 不等 对于普通中产阶级而言 这些损失说实话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损失了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杀猪盘是大家 最需要注意的 因为太亏了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事 完全被骗 太可惜了 这是第一大风 第二大风险 跟风投资 跟风投资呢 同样是中产阶级 被坑的一个神器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前几年看着区块链 看着比特币很火爆 于是开始学人家 做投资 做杠杆 自以为天之聪明 其实韭菜一根 买矿机花了好几万美金 到头来血本无归 被骗的 被坑的 都是属于我这种 中年老韭菜的宿命 所以不懂的 千万不要去碰 不要去投资 不要看着别人赚钱 觉得自己也行 拿着真金白银 闭着眼往里冲 中产阶级 变次平 也许就在这几个回合之间 这是第二个 不要盲目投资 第三个风险是 盲目创业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 另为鸡头 不为氛围 这个思想 十分盛行 我个人的观点 对于年轻人来说 如果你还年轻 应该去 勇敢的去尝试 勇敢的去失措 但是 如果像我一样 已经人到中年 创业真的是一条 很辛苦的路 虽然英国是一个 非常开放 包容 法治健全的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的人口激素 消费市场的特点 完全不适合中国人创业 需要注意点 创业和赚钱是两码事 创业和赚小钱是两码事 我眼里的创业呢 华人在英国算得上成功的几个 创业 两个半吧 一个呢 我认为 熊猫外卖 一个呢 是 还有半个 我觉得算得上成功的呢 是 天天超市 所谓的创业 我认为是指的针对大众市场 本地市场 可以复制的服务 或者是可以标准化的产品 去赚钱 这种情况下 想象空间比较大 能复制 有前景 有想象空间 所谓的赚钱 赚小钱 像我一样 是指靠自己的时间 换取相应的报酬 比如说我的工作 法律服务 法律咨询 也就是拿时间换金钱 比如说旅行社的工作 同样也是拿时间换金钱 我们面向的市场 如果仍然是中国人的时候 就不能称之为创业 赚点小钱而已 人到中年的 华人中产阶级同胞们 要认清事实 我们的时间花在赚钱 然后给英国政府缴税重要 还是花时间在孩子 在家庭身上更重要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创业真的是一条不归路 年轻人应该勇敢去尝试 但是如果已经人到中年了 中产阶级了 我的个人经验是 要守 要守住 要尊重命运 要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努力做好自己 把自己的时间利用好 多赚点钱 没毛病 但是如果是 投资太大的创业 千万要慎重 好了 欢迎大家留言 大家一起探讨 在英国如何赚点小钱 如果要创业的 就不要拉伤我 老刘老矣 只想赚钱 不想创业 好的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欢迎留言 欢迎探讨 欢迎订阅